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8年的11月29号是打装的 完全的实际投入一年是207年的7月份 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既定的设计规范是可以参照的 所以都实际上通过很多的一些超线的技术评审 同时希望它还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象征 绿色智慧人文我们在设计建造的时候 就是用了很多绿色智慧的技术 我们的大楼是双层的玻璃路 非常好的给大楼保温的效果 那么事实上也是绿色节能的一种具体的措施 我们的就是准备器 我们也非常自豪是我们中国自己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 它不光是抗风的功能 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了一个有沉浸时光影能够体验的这样一个空间 通过它摆动带给光和声音的变化 让客人在这里能够感到我适合大自然之相联通的 同时这个我们的空中花园的部分 也是我们观测落实一个人文的内容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在大楼里用到的这些技术 都是代表了我们的一个一个是决心 中国第一高楼和我们一个大能耗的一个综合体 我们的一个表率 今天来回看过去那十年建设的 从设计到技术的评设 就跟游戏打通关一样 你都是一关一关的过 希望上海中心有一些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的初心始终 但有一些是能够长变长新的 给予年轻人核心吸引力 看视频上封面